大家好 我是舞田游戏 那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是現在的版本啊 潛能應該要怎麼升會比較好 不管你是玩主塔位置啊 或者是工具位啊 或者是主要是玩得分手控球位置 那哪些潛能是你玩該位置呢 應該要先升起來會比較適當的潛能 因為其實我在開直播的時候 一直都有一些觀眾跟一些粉絲 他會問我說 主播這一隻啊 應該要配什麼潛能比較好 那大顆應該要怎麼配比較好 那我這邊呢 就稍微提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以及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有一些人到現在潛能 還是會帶以前版本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潛能的說明哦 大家看一下 先點進來 然後你點這個數值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他的屬性說明 那我們先來看幾樣數據好了 就是 目前啊 我覺得這個遊戲裡面最重要的三種屬性 目前的版本最重要的三種屬性 一種呢 叫做主攻 一種叫做主攻 那一種呢 叫做 呃 力量 一種叫做力量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主攻他寫這個 我們一個一個看好了 我們先一個一個看好了 那中頭 鏡頭 三分 這些不用看嘛 那影響那個範圍 那上籃 扣籃 這些我們基本上就不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彈跳 那個相信上次在大改版之後 大家有很明顯的感受到 就是彈跳這個潛能 基本上呢 我也常常講 現在彈跳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了 即便他現在顯示說影響主攻高度 但實際上你帶的彈跳真的會有很大的落差嗎 我自己用起來的感覺是有影響 但是影響的範圍跟影響的那個係數 我覺得沒有那麼大 那籃板的高度呢 這個是還是會有差的 你小田帶能量套跟你帶彈跳跑動籃板 那個東西還是會有一點影響的 那包含他會影響到這個籃板的競爭值嘛 所以這是彈跳影響的三個屬性 但是早期的彈跳呢 影響主攻高度這一塊是非常的明顯的 而且早期彈跳是大於主攻的 在影響火鍋這一件事情上面 那為什麼現在彈跳會被人家一直說 啊幹現在彈跳一點用都沒有啊 那是因為他現在對火鍋的影響變得太小了 所以會導致一些大前鋒類型的籃板腳 他的火鍋變差了 比方說像小田龍正 比方說像長髮櫻木或者是光陰這種 以前他帶彈跳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屬於彈跳屬性的 衝強籃板的類型 那他會順勢帶到彈跳 火鍋也會很明顯的有buff到 但現在小田基本上你會覺得他手超級短 甚至以前有一隻火鍋非常強的 叫做內藤鐵野 他以前也會帶彈跳 那他會有空氣泡 他現在火鍋範圍也因為彈跳被砍 然後小了非常的多 所以現在你很少在排位上還會看到內藤的出現 這也是主要的原因 就是彈跳這個屬性基本上啊 在潛能的影響方面已經變小非常的多了 然後呢再來我們看 基本上籃板歷久不摔 所有玩籃板的角色一定都需要以這個為主 簡單來說你不可能犧牲死籃板 然後為了增加火鍋去帶火鍋 這是不可能的 假設你今天是玩塔的 你就是需要把籃板先帶滿 我再來考慮是力量還是彈跳 這個東西是固定的 所以籃板我這邊沒有特別強調 是因為他就是這麼重要 你只要玩籃板角主塔 籃板沒帶滿你就很容易炸開 你玩副塔籃板沒帶滿就很容易炸開 所以基本上籃板這東西是固定重要的 好那遊戲裡面的抄截 他這邊有講啊 抄截其實是會影響到 抄截成功率 就是這個是主動 抄截在這個遊戲的意思叫做主動抄截 就是你自己按 按傳球鍵抄截鍵去下手的 那他這邊下面也有寫 會影響截球觸發成功率 那一般來說啦 我們截球會比較看在傳控這一塊 但是呢他這邊抄截血也會有影響 那這個見仁見智可能會有差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沒差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就是今天要提的重點 主攻 這個東西呢基本上 在對於火鍋來說 現在就是最影響最重的成分 就是你主攻 假設你今天是帶彈跳 而沒有帶主攻的話 那你會發現超級難蓋 基本上你的火鍋會變超爛的 所以呢現在主攻基本上就是 火鍋影響係數最大的一個潛能 所以他也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你現在的火鍋套一定是主攻滿的 就是主攻可能是40 那你要配主攻傳控 或者是因為你早期玩家 你會去升主攻彈跳 那些東西那顆潛能還沒有消掉 所以都會用那一顆 這些是很正常的 好那 干擾套呢 這個東西也其實也影響蠻大 包含像是對上集訓三井啊 這種只有投射類型技能的角色 或者是像集訓流川 這種可能也是主要想要頂機制的這種 你戴干擾套就會有很明顯的影響到 所以也會有人特別去升干擾套 那一方面可能他 本身可能火鍋沒那麼強的時候 他可以用干擾套 增加自己的容錯率 那你在防守端上 你就會比較容易限制到對手 就算你蓋不下來 他也投不進 就很容易會影響對方的命中率這樣 那因為有干擾 所以也會相對的 有一些集訓三井 怕遇到干擾套都頂不進 他也會去帶抗擾套 會實際上是真的會有點效果的 但是有時候也會遇到那一把就是還是很鐵狼 但是現在抗擾套跟干擾套沒有用 我覺得都是各自有作用的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 無課或是微課小課玩家 他是沒有辦法升那麼多套潛能的 所以基本上最通用的 我們一般還是會帶火鍋套 就是主攻套的部分 好那再來我今天講的第二個重點是力量 有些人會覺得說 現在這個版本 怎麼感覺力量好像不是那麼的重要 但是其實啊 如果你本身是有在玩 像是老魚注重類型 你就會發現 當你今天力量帶滿的時候 即便你只有40力 你推人能力還是非常的強大 但是力量真的非常的吃 你會不會卡位 會不會推人這個技巧 你說擋拆那些我覺得還好 那個說什麼高砂帶力量套啊 擋拆卡的比較好卡 我覺得那些屁話 講一句實在話 會卡的當高砂 根本不需要帶特別帶力量 他那個自己用他自己本身的天賦技能 然後會擋你最後一針 基本上他不需要帶力量套 他還是可以把你撞爆的 那力量我覺得影響最大的是 在你卡位卡出位置 主塔卡出位置 讓幫助你自己好強版 也幫助你家附塔會比較好強版 這個技巧呢 就是要配合力量 你才會用的有感覺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 即便你45力好了 可是你今天是不會推的玩家 那你今天帶力量的效果就會小很多 因為你本身就不會推啊 你還是想要靠自己去搶籃板啊 可是你今天沒有把對方推出去 我們所謂的推並不是單純的按檔拆 然後跟他在那邊互卡 然後兩個人都有沾到籃圈 這樣兩個都還是有競爭籃板的機會 我們今天所謂的推人是 你今天比對方提早站到這個籃圈的位置上 那對方比你晚來 他也想來沾籃圈 他也想來競爭籃板 這個時候 你因為你已經先優先站到有力的位置 所以你要順勢把它推出去 按著檔拆加方向鍵 把它完全往籃圈外的方向去推 把它推出去 讓他連競爭籃板的機會都沒有 比方說像你對上某些角色 這個技巧就很重要 包含集訓花行 包含南鄉光一郎 這些有補籃補扣技能的角色 如果你這個技巧做得好 你可以大大的降低對方的破壞力 而且差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力量的值 基本上是要看你會不會推人的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主播我帶全力怎麼還是推不動 我覺得那個很多多半跟自己 可能還沒有推人 沒有推得這麼純熟 這個比較有關係 好那我們再來看 再來就是今天要講的第三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潛能 叫做傳控 傳控呢 它會影響抄截的成功率 它這邊寫會影響抄截喔 也會影響抄截上手 但是我覺得你看喔 這邊也寫了 也會影響截球 跟截球成功的上手率 那大家有發現嗎 抄截跟傳控它都寫一樣的 但實際上呢 在這個遊戲 抄截就是你主動去下手 那這個遊戲裡面最適合主動挖的時機是什麼 就是撞停嘛 就是當對方被撞停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下手撈一下 因為它撞停它是沒辦法做任何動作 也沒辦法馬上傳球的 那你不挖的話其實很可惜 因為對方就等於它撞停失誤了 結果你沒有挖它 它也沒有任何影響 它把球傳出去又重來一次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撞停都會下手的原因 就是我們會去累積那個抄截的次數 甚至有一些角色 它本身有抄截天賦 你可能撞停一次 你就掉球了 對啊 所以那個東西啊 就是基本上抄截不能隨便挖 是在它撞停的時候 才是最好的下手時機 那大家有看到這個抄截跟傳控的這個 敘述是寫一樣的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講 傳控影響截球 也就是被動發動的那個 比方說你傳給B 然後你過程中 它突然被動就把球解走 那個也不是他自己按的 那個就是傳控影響的東西 那你的傳控值高 也會讓你傳球失誤率變低 對方也比較不容易解走 這個是有差的 你看它下面有一條叫做 影響自身傳球穩定度 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 還有傳球安全距離 所以你有傳控你會傳得更遠 那再加上最重要的 現在也是非常重要的 影響晃倒的相關率 那你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現在有非常多角色都打晃倒 比方說誰 最明顯的例子 集訓藤真 它晃倒會有技能可以打 那還有誰 老仙道 它有時候幻影突破 就是要晃你嘛 晃倒之後 它一二段猜拳 或者是它分球 等等之類 你會發現現在的得分手 主控單核 基本上很多角色都吃晃倒 集流也要晃啊 它不晃它也難打啊 集藤現在沒晃倒也很難打 甚至有些集訓三井 它帶什麼 主攻傳控啊 為什麼 因為我有可能反跑 我也可以刨倒你啊 所以其實現在啊 最火鍋套 其實已經變成是我們的主攻傳控 比較主流了 而非傳統的彈跳主攻這一套 如果以前啊 你講那個主攻套 火鍋套 人家一定說啊 彈跳主攻啊 但是自從上一次大改版 彈跳被砍之後呢 其實你主攻彈跳影響的那一點點火鍋 你不如拿來帶傳控 會讓你整場進攻變得更好打 而且你火鍋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那 好 那再來我要講這個 基本上其他的潛能的數 那個敘述就比較沒那麼重要 好 我今天跟大家講解這個 控球手最重要的綠色潛能 現階段啊 其實控球手最重要的是這一顆 叫做組織防守 那我先講一下為什麼這一顆最重要好了 像我最近自己也還在慢慢升 但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你現在有時候去看某一些人的潛能介紹 或是推薦 你會發現為什麼他們都還是帶主攻彈跳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講 因為以前彈跳就是有用的 所以非常多玩家在早期早就把主攻彈跳這一顆升級來了 甚至很多人都已經升到八級了 那大家也知道這個遊戲潛能是貴的 你要再升另外一顆 然後還要再升到八級 那是有相對的成本 你花的錢也要花蠻多的 所以很多人啊 火鍋套還是會帶這種 有沒有像我這樣 欸中頭主攻四十 那為什麼會有彈跳十 不是說彈跳沒什麼用嗎 那是因為我的這個還沒升好嗎 組織傳控還沒升好嗎 不然我跟大家講 如果假設你現在是一個心境的玩家 或者是你是重租他 工具位想要轉得分手 那麻煩綠色就是升這一顆 這一顆組織防守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一顆帶滿 你被晃倒的機率有越大大的下降 我有試過三十傳控跟四十傳控在對位集疼 差很多 有差的 我三十傳控 他還是隨便晃我就倒了 你會覺得說 差十傳控真的有差那麼多嗎 我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講 你去試試看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方如果是帶什麼四十傳控 然後再加雙晃倒的大顆特質 你會發現超級容易倒 就即便你帶三十傳控 你還是擋不太住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一顆要拉起來的原因 那這個基本上啦 這一顆就是現在得分手 包含集訓藤真 集訓三井獸 集訓流川 老仙道 老流川 集訓攻城良田 等等之類 只要是凡是打單核所有進攻手 火鍋套都會以這一顆為主 因為我可蓋也可晃 而且我還會降低我的傳球失誤率 你也比較不容易晃倒我 我也比較不會被截球 等等這些相關因素呢 你就會知道 現在主攻跟傳控這兩個欠能有多重要了 所以今天要推薦的就是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新手玩家 或者是你是一些老玩家 想要轉位子玩啊 你今天要玩這些得分位 我建議大家先升這一顆 然後不要再走主攻彈跳了 影響真的很小 你要那個石彈跳 不如帶這石傳控 你會覺得非常有感 好 那這是得分手的部分喔 所以黃色的部分呢 我們這個中頭主攻就一定要帶 因為主攻是影響火鍋最大的嘛 所以我再加上我這個主攻傳控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這個主攻拉到40 那傳控呢 現在基本上藍色啦 也會以傳控中頭為主 你看喔 以前嘛大家也是走冤望路嘛 會升這個嘛 你看我也有升啊 我也升到八級了啊 幹我還升了七顆對不對 但是你為什麼沒龍掉呢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 可是你說現在真的有哪些角色 會再帶回彈跳主攻的 有啦可能長谷川 可能影仙 這種本來他不靠晃島人 他是以火鍋防守強力為主的這種角色 他可能呢就可以帶回這一顆 但我覺得影響真的小 還有光陰啊 這種長陰我也會將就的還是帶這一顆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那種彈跳衝搶型的藍板角色啊 有些不太適合帶全能量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會影響到他們搶藍板 這個是一定有差的 我雖然說之前我說能量套小田 感覺還是很好搶對不對 但是你遇到今天一樣有實力 然後他帶彈跳的 你的長陰 你的板還是很容易被炸 所以這個有時候啊 看狀況 再加上長陰的大招 比小田的大 好貌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長陰我不建議去帶全能量 因為你那個東西 第一個會讓你大招 第一個你雖然早一點有大招 但是被冒了就沒了 然後第二個會影響你搶藍板的競爭值 那些是一定有影響的 先跟大家講 那小田是因為他的大招太難冒了 那有時候在比較防守比較吃 強度比較高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有效的打開得分的破口 那小田的大招就會是個很棒的 那個得分的出口 這樣 所以為什麼會帶這個能量套的原因 就是這樣 好 所以呢 今天打一個得分的位置 你黃色一定要有中頭主攻這顆潛能 這個東西是所有角色的火鍋套 我現在要講的喔 主攻套 中頭主攻 然後藍色呢 我會建議是傳控中頭 因為真的太多角色需要吃晃了 如果不然你遇到高強度的防守 沒晃倒你會覺得超級難打 我要嘛就是被蓋 要嘛就是硬頂 你也只能這兩種選擇 在沒晃倒的情況下 而且 我剛剛講的 你傳控也會讓你自己在防守對方的時候 比較不會被晃倒 所以現在傳控中頭的價值性是高非常多的 比起彈跳中頭來說 好 那再來 這一顆 就是主隻防守 好不好 不是主攻彈跳了 那至於你們參考一些什麼 推薦大神啊 那些東西 為什麼他們都帶主攻彈跳 我前面講了 因為早期彈跳就是有用的 那他們花很多錢在升這一顆 已經升到八級了 他主隻防守還沒練起來之前 他當然還是會先以那一顆為主 所以這是很多人看到 為什麼 很多人還是在帶主攻彈跳 最大的原因 OK 那一般火鍋套啦 我會建議 如果你今天是要封鎖 像是集訓藤真這一種的啊 我會建議帶一個投籃封鎖 然後加 因為集藤他很多會硬打機子 硬頂中頭 那你要好蓋的話 你就是帶個搖擺人加 投籃封鎖 為什麼不是決定性主攻呢 因為決定性主攻他沒有加中頭 那很多角色 包含像我剛剛講的 集訓山井啊 集訓流川這種 他本身還是會吃中頭影響值 那加上集訓流川本身又不吃能量 所以決定性主攻對集訓流川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我會建議 當你的主攻套啊你下面是配兩顆蓋帽的特質 然後一顆加命中率的特質 或是加晃島 像這個決勝意志就適合誰 集藤 集流 老仙 甚至集猴等等之類 這些晃島角色 然後我又有加中頭 有加攻框 這些角色都是非常適合的 然後有加晃島 而且我也可以傳球 所以決勝意志這一顆特質在 以得分手來說也是算相當好用的 那我會帶兩個蓋帽 然後一個晃島 這是我的習慣 如果是在火鍋套的時候 那當然啦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欸我主攻已經塞40啦 我可不可以帶兩個晃島一個火鍋 也可以 那這個東西就見仁見智 你想加強防守你就再帶兩個火鍋的 那你想加強晃島 你可以把一顆火鍋拔掉 比方說我搖擺人拔掉 我再換一個閃電變相 或是換一個超級突破等等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是OK的 那我覺得潛能這種東西 本來就沒有一個絕對 每一個人用起來的習慣都不一樣 那我今天推薦的是 呃綜合來講 就是現版本最通用的 就是中頭主攻傳控這一套 好 OK 那再來我們講 藍板 主塔這個東西 我們今天講主塔這個位置 主塔呢也是一樣的 基本上啊 黃色呢 那有一些有錢的人啊 他以前會升什麼扣藍藍板 但我是沒有啦 因為以前早期一開始玩光陰那些嘛 你需要有中頭藍板這種 或是小田這種 你有時候可以拉開去投中頭 所以基本上 呃黃色一定還是要有中頭藍板這一顆 當然有一些角色你是玩純硬C 你可以篩扣藍板 如果你有多的資源的話 不然我覺得通用來說 中頭藍板會是更通用的 好 再來我們看力量 因為主塔其實我覺得力量還是非常重要 力量這一顆我推薦是用這一顆力量聚集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玩得分手的 你現在力量潛能都還沒開始準備 那麻煩 不要再升力量彈跳了 真的 力量聚集會幫助你在玩很多硬C都有用的 老魚柱集訓赤木這些 你給他能量都會對賽局有幫助的 而且升起來提升他非常的多 然後 甚至集訓花形啊 老花不是 老花是彈跳的 那集訓花形啊 老赤啊等等之類的 這些帶能量累積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那力量彈跳就像我剛剛講的 早期彈跳就是有用的啊 早期就是會影響火鍋 而且影響層面很大啊 所以大家才會升這一顆超級力量啊 啊我也升了嘛 所以就像我講的 假設你今天沒有多的資源 那當然沒辦法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的話 假設你今天是有資源的話 那就可以 升這顆力量聚集 對你是絕對會有幫助的 OK 好那 呃 再來就是 呃 以主塔來說啦 我會推薦 這個是一定要的 藍板力量 因為這個東西 你藍板要塞滿 力量也要塞滿的話 就只有這一顆而已 就是假設你今天是一個純印C 那你比方說像老魚柱那種的 你力量一定是塞滿的 你塞滿力量你推人超級強 那你卡出的位置也超好卡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這一顆還是需要有的 當然有一些 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主播可不可以帶藍板能量啊 這個要看狀況 比方說你今天遇到那種 對方要拿光陰啊 或者是拿那個什麼啊 就是拿小田那種當主塔 就是他們不是會來 他們會繞 不會來跟你卡位 那這種情況下 你可以選擇帶藍板能量 去呃 我可能只需要30D 或者是我帶這個 藍板跑洞 就是我們這個 跑洞藍板的那一顆 那這種東西 這種潛能是都OK的 就內外防守這一顆 這個東西就見仁見智 因為這個是有一家藍板競爭值 就是在打軟C的時候 我才會建議帶30D 不然一律 我覺得都是帶滿力的狀況 會更優一點 當然 可是這個東西就像我講的 有一些人覺得全力不需要 有些人覺得 30D就很好搶了 這個東西見仁見智 我覺得這沒有一定 當然我只提供我自己 玩起來的心得跟看法給大家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是玩主塔 黃色就是中頭藍板 那藍色是這個力量聚集 那我是早期的 所以我這個力量彈跳就先帶著 我沒有多的支援 那綠色呢 大部分都還是會以藍板力量這顆為主 這個就是一個全力的這個主塔的位置這樣 好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個彈跳C呢 假設今天是長鷹那種類型的話 呃 我長鷹的話我會帶這個 呃中頭藍板 因為藍板嘛 然後彈跳中頭 我說過了 長鷹的大招 是這個遊戲裡面 數一數二好蓋的 就是你塞能量套沒有太大的E 頂多只是為了要把金剛弟弟早一點開出來 他金剛弟弟開出來 確實會有強化的效果 而且差非常的多 所以頂多就是為了那個東西 但是因為你如果不塞彈跳的話 你長鷹在搶籃板是真的有落差的 很明顯 你小田也是一樣 有帶跟沒帶還是會有差的 但是小田我會帶能量套 剛剛講的嘛 他大招難蓋啊 我就可以靠那個東西去 取得一些固定為一場 可能就是兩個大三個大啊 就固定有六分四分以上的貢獻這樣 那綠色呢 我還是比較偏向於這一顆內外防守啊 因為這一顆加跑動加藍板競爭 主要不是跑動 是下面的那個藍板競爭真的有差 有帶有差 而且這種跑動型的他本來就是吃加速衝搶的 所以這一顆會讓他的板點再更高一點 那也會變得更好搶 那我今天呢 就大致上講解三套我認為最通用的 再複習一下 我如果是一個控球得分後衛的那種 集藤啊集流啊這種的 那黃色中頭主攻 藍色傳控中頭 綠色呢就是我們的主攻傳控 是主攻傳控喔不是主攻彈跳喔 只是因為我這個還沒滿 OK 所以我還沒有換回來 還沒換的原因是因為我還沒滿 這個是控球手第一個潛能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是這個彈跳C呢 黃色中頭藍板 然後藍色呢是我們的彈跳中頭 那綠色呢就會是這個藍板跑動 這是彈跳C的部分 阿特化能量套就不在我今天的這個介紹裡面了 那再來是主塔的部分呢 黃色你可以升扣藍板啊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存完主塔的 那你可以升扣藍板 只是通用上來說 你看我中頭藍板就可以跟彈跳C去做通用 所以這邊用中頭藍板支援是會比較省的 然後藍色呢 我會建議是力量聚集 這顆 藍色是升這顆 然後再來 綠色呢 就會是以藍板力量這顆為主 對 會以藍板力量這顆為主 那今天就先講解潛能的部分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通用上來說 就是只要先把這幾顆升起來 你基本上這三個位置就都能打了 就是至少我這一套潛能 我打這個位置就是沒什麼問題 那今天就介紹這邊 然後之後呢 我會再講一些特質的部分 今天就以小顆的潛能為主張 那也是跟大家講說 潛能如果我現在要重新養 我會養哪一套最快 我這一套就可以上場這樣 好那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啊 我是武藤人遊戲 下次見啦 掰掰